几天前在中文自媒体上传出特朗普政府将大幅限制H1工作签证的消息 首先是5月8号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特朗普政府将推动延长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移民限制 文章提到白宫的相关顾问正在推动一项新的移民禁令的实施 特朗普政府以前曾经做出过关闭边境限制非法移民等措施 而新冠疫情期间特朗普似乎要对合法移民下手了 总统的移民顾问团队正在起草一项禁止发放新的临时工作签证的行政命令 预计将于5月份发布 根据华尔街日报这项禁令涵盖的签证类别包括 为高技术移民人才设置的H1B签证 为季节性工人设置的H2B签证 以及学生签证和与之相关的工作许可OPT 有政府官员表示 这项禁令很可能暂停所有类别的签证 同时鼓励在裁员最严重的行业多多雇佣美国人 4月份特朗普政府签署并且通过了 暂停移民申请人入境60天的行政命令 其中包括亲属移民 同时宣布将在未来的30天内对其他非移民签证进行评估 以决定是否也要进行限制 到目前为止 所有这些决策都只是打着暂时的名号 但一些政府官员对此持有的态度 似乎不排除长期作战 他们认为 移民限制将会持续到在新冠病毒疫苗 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广泛应用的时候 这项针对移民的行政命令 可能会持续至少一年 根据华盛顿邮报与马里兰大学合作 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在疫情爆发期间 65%的民众赞成阻止几乎所有移民进入美国 据彭博社分析 由于疫情影响 大约20万H1B签证持有者 将在6月底失去合法身份 5月7号 4名共和党议员 汤姆·科顿 泰德·克鲁兹 切尔西·霍利 查克·格拉斯利 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 暂停新工作签证的发放 或者指导美国就业恢复到正常水平 如今美国有许多 依赖外国劳动力的行业 已有相关报道指出 限制移民会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美国的经济增长 打击特定行业发展 但这4名共和党议员坚持认为 外国劳动力 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他们在5月7号 给特朗普的联名性中施压 希望特朗普政府暂停发放 所有非移民工作签证60天 在此之后 继续暂停发放 某些类别新的非工作移民签证一年 或者直到全国失业率 恢复到正常水平为止 议员们同时还强烈要求 总统立刻暂停EB5投资移民签证 数据显示 2019年有22万3000名外国毕业生 获得OPT批准 在美国合法工作 这4名议员在信中尖锐指出 在如今美国失业率高涨的情况下 迫在眉睫的任务是 保证失业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OPT项目已经失去意义 2018年 特朗普政府曾考虑 禁止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 2019年7月 在2014年提起的有关STEM OPT的诉讼 再度开审 2019年9月 特朗普突然下令彻查STEM OPT的真实性 造假者将被直接赶出美国 不过虽然特朗普政府对OPT和H1 几度要收紧 甚至废除 上文的《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文章 也说在5月底退出 但是并没有退出 有律师表示 修改法律需要国会批准 特朗普能做的就是禁止外国人入境 这场疫情是否会成为OPT项目 以及美国其他移民或非移民签证进程的转折点呢 小编认为 这主要还是出于大选的考虑 至于选后 因为移民对美国经济的重大贡献 很多岗位在美国找不到所需的劳动力 如果移民政策被完全废除 特朗普也很难使美国再度伟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